嗨,我是温哥华的Dr.George好 这个视频是介绍我的亚马逊电子书 非药物、非手术、防治、高血压祸、心脏病 加入了2021年的新研究 令人鼓舞的新研究是加拿大UBC大学的2021年的研究 初步证明运动锻炼和低热量少量碳水化学物的食物 在药剂市的监督下,那些是不需要注射延导素的 二型糖尿病患者可以消除对药物的依赖 一如我在书里说,糖尿病患者患上心血管病的风险 是健康人群的二致四倍,包括绝对性症状病、中风等 九成的血压高都是原因不明的 西医生只能够建议你吃降血压药 降血压药即是治标不治本 治本的方法是提议你保持体重正常、定时运动 和多吃新鲜的蔬果 如果是吃新鲜蔬果、定时运动保持体重可以降血压 那为何我因应这些自然方法可以降血压的现象 来找出为何血压会增高 因应这些理论作出很多有科学和医学的建议写在书里 中所周知有糖尿病甚至有糖尿病前身的患者 血压一定是高的 为何呢?就是因为血液长期处在高糖水平的状态 这些高糖的情况令到血管壁变硬变脆 硬了脆了的血管壁便容易令到血压变高 为何会变硬变脆呢? 就是因为在炸咕噜肉的时候 你要喝点糖的时候炸会脆 这个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血管壁变硬变脆的另一个现象 就是血管壁下面藏了很多油脂 情况就像我们面上的暗瘡 当你的血管壁变硬变硬变脆 下面有很多油脂的时候 就变成血管壁的乳斑 要治好血压高便要治好血管壁上的乳斑 就像你要治好血管壁上的乳斑 就要减少吃的油脂一样 这个治好血管壁上的乳斑 方法是经克林顿总统病例证明了是对的 因为他经过踏桥 心脏踏桥和通波仔都治好心脏病 最后他听从美国的医生 叫他减少食油脂 直到现在八年之后 他都没有心脏病复发 这个就是最好的说明之一 其他方法我就在那本书里说得很清楚了 请你买这本书来看 谢谢大家 多谢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部电影 请你点击喜欢和分享 分享的时候 例如其他的朋友在面书 及其他媒体都会分享到这部电影 如果你希望我多些做这些同类的电影 请你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愈多人订阅的时候 我就知道愈多人喜欢看我的电影 订阅是完全免费的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gain